每年我国有350万人患癌症 继着走进肿瘤医院深入探访 原来就是得了几十个 系列基础片肿瘤医院时 为什么是我得癌症 每年我国新发癌症病例350万 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 这里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每天有几千人从全国各地到这里来检查和治疗癌症 请8号里学龄到八诊室就诊 第7号有诊到八诊室就诊 他叫耿玉林今年六十四岁 两个月前被确诊为死管癌 明天他将接受死管癌手术 手术前医生嘱咐他用吹气球来锻炼肺活量 自从确诊癌症后 老人一直活在深深的恐惧中 我父亲今天是十五年了 白症四岁 什么啊呀 他是外根后边转身干癌 我自愿里两个树 我树都是这种 所以我压力都特别大 一水落病特别大 耿玉林的家族中已经有五个人得癌症 和他一辈的男人几乎都没能活过七十岁 而他所在的村庄也是癌症高发区 远安村带来几十个癌症 之后很少人 您的村在哪 您的导家在哪 很难 是关头线 我提到是一水落 这种病 基本上是高发剂 村里三十多个癌症患者中 耿玉林是唯一一个能到北京来治病的人 就是女儿提值 女儿不提值 弄命根本倒着 倒着非常困难 住院非常困难 明天就要手术了 家人都来陪她 一听说这次住院花钱不少 老人心里又不舒服 在她的印象中 在北京 你只要一在外面搭 她就要花钱 她接受不了 弄成了呀 弄成了这个纸贴啊 头边难 靠总量是 纸责病 那都太难了 这垃圾几天 两次 只要路边 早能不能拿过了 老人 最具够快的是 这个 这个 造福 最具够快的是 是早上老大 是 想办 觉得特别的 内疚各方面 觉得 自己的父母就是 太不容易了 我没有办法形容这种过程 和内心的这种纠结 就是 她担心的是 我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复杂 她倒没有考虑说 我这个生啊 还是死啊 我这手术会不会有意外啊 不是 所以 但是越这样的话 我们的心理压力特别的大 老人有四个儿女 早年家里条件不好 但她省吃剑用 供孩子们上学 二女儿耿心灵考上大学后 毕业后 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 平常工作忙碌 耿心灵只能一年几次 会和北老家 她没想到 一向身体硬朗的父亲 会被查出癌症 我当时我都觉得 太崩溃了 我觉得就有点接受不了 我在中间有一段时间 特崩溃 我都想我自己自杀 我都没有办法面对 我形象都来不及 就是 她有 感觉好像我没有这个机会 就是这种心态 所以也是我现在为什么 就是 给一些最好的条件给她 一些最好的治疗手段给她 可能就是 这种心理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抱着几乎补偿的心理 耿心灵带着父亲 看遍了北京最好的医院 不惜一切代价 为父亲治病 而这个过程 已成为一家人 最煎熬痛苦的时光 她化疗期间的时候吧 就是反应特别大 特别难受 我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就是第二次她化疗的时候吧 我就从家拿了一把水果刀 我觉得就是 怎么劝她也不行 就是她特别难受 也想发活 后来我就想着 如果她再忍不住的话 我就看自己一刀 让她看看 我是怎么坚持的 陪着父亲一起疼 这是女儿绝望时 唯一的念头 最焦虑的时候 耿心灵七天坐在电脑前 查找所有关于食管癌的资料 她想弄清楚 为什么自己的家族 和所在的村子 会那么多人得癌症 要受到这样的折磨 直到见到医生陈克能 耿心灵还隐约知道了答案 山西 豫 豫 河南 济河北 卢 山东 这几个交界的地方 是石怪的高法区 非常重要 大家应该知道林县 河南的林县 是石怪的高法区 近济鲁域是我国 石怪癌高法地区 而耿玉林老家 是河北省管桃县 临近河南省林县 这个全国著名的 石怪癌高法区 这里的人民 却长期遭受了病毒 这是二十年前 中央电视台制作的 林县石怪癌 调查专题节目 跟踪拍摄了流行病学研究人员 到林县调查 石怪癌高法的原因 有107人死于石怪癌 占全县人口死因的第一位 发病率 病死率之高 在全国 全世界 也是少见的 研究人员发现 这里的人喜欢吃烟菜 烫食 喝白酒 而这些不良生活方式 都有可能诱发石怪癌 所以 癌症又叫不良生活方式病 过去 这里的人 每年有半年多的时间 吃这样制作的酸菜 泡酸菜时 有大量霉菌生长 霉菌毒素 不仅可以致癌 而且还可以促进 亚硝案的形成 两者 有协同致癌作用 过烫的 过快的 过粗的 这种饮食 或者囊头苦眼的饮食 从来都是 本草纲目上说 不对的 都要细绝慢咽 健康的都要说 细绝慢咽 不要过烫 过快 过于刺激的东西 耿玉林老人 是两个月前 确诊的食管癌 医生发现 他也喜欢喝烫粥 喝白酒 明天老人将进行 食管癌手术 这是外科手术中 难度最高的手术之一 一家人都感到 深深的恐惧和不安 我都不是怕我的病 我渴求我的头发 这个头发 半我一生 他弄得了很多风采 哎呀 这一生掉光了 很可惜 就心很心疼 对面我都不是很可怕 每分钟 有六人确诊为癌症 每年新发癌症病例 三百五十万 发病率 死亡率 持续上升 凶有癌情 引人忧虑 相比于老人的忧心忡忡 他的临床来自山东的张生泰 似乎平静许多 半年前 他被查出肺癌中晚期 两个恶性肿瘤 分别涨在幼肺 明天他也将上手术台 切除幼肺的百分之六十 有些东西 我不是做 你去张生一块想想玩 60岁就算寿中正寝 但是正常死亡 60岁以前 所以非正常死亡 我说我今年62岁 我就现在死了 我也是正常死亡 我可以尽力 我这不是一部正常死亡 这次陪张生泰 来做手术的是他的儿子 相比于父亲的乐观 儿子似乎心理压力非常大 就怕他的一个手术不成 然后就是我手术联合 这一块 什么呀 我就希望不开心 包括我的儿子 他心情非常沉重 他不能哭 当然就是言语都止不住 一听这个事 因为在普通人的心目中 癌症就是等于死亡 他们两个是经历险怜的 我不这样人 我想癌症第一 他不一定等于死亡 第二就是等于死亡 也不要急 我给我的儿子 我这都说不了事情 我说你不要压力 虽然张生泰 对明天的手术比较乐观 但要为他实施手术的 胸外科医生成可能 却没有那么轻松 因为四十年的吸烟室 给手术造成很大难度 因为抽烟会引起慢性炎症 而慢性炎症呢 就会是正常的肺温的结果不轻浮 解剖起来就非常困难 香烟和被污染空气中 含有很多致癌物质 长期吸食之后 致癌物质会沉积在呼吸道 自己呼吸道上皮发生改变 产生肿瘤 中国每年有七十万人得肺癌 死于肺癌六十万人 肺癌已成为中国和世界发病率 以及死亡率最高的病性中 在病之前您一天抽多少烟 一天一包多 但是四十年的眼龄 四十年的眼龄 原来知道这个吸烟对身体的印象吗 知道 念的啥有虎吗 想过戒吗 没有 以前没有想过戒 为什么呢 他就是突然还好 习惯了 也就是不愿意戒 因为戒他挺难戒的 就是你老实性不好受 戒烟的时候 非常难受 因为喜欢老实性 去伸手去抹烟 去联火 去抽 非常难受 张生泰是个画家 他认为吸烟给了他绘画的灵感 这辈子注定戒不了 但一查出肺癌后 四十年的烟瘾一下子就没了 张胜泰已经进行了四次化疗 原来的一头长发全掉光了 长发头发 就是一次化疗以后 哎呀 用手上一抹 就是一抹 非常恐怖 二十三天的世界掉光了 我都不是怕我的病 我可惜我的头发 这个头发瓣我一生 他给我带了很多风采 哎呀 这一下子掉光了 很可惜 就心很心疼 对病啊 我都不是很可怕 我没这个 没这个 疼我的头发 可惜我的头发 哈哈哈哈 我没得疼啊 能不能在经常的情况下把肺炎给我倒过零点 这是我追求的东西 听到吗 这是我追求的东西 非常麻烦 这两个肺炎如果同时摘掉的话 就又非常不行 人 活下来的可能性就活得也不好 生活质量量也差了 生活质量很差 那么除了生活质量差以外 它其实还会引起肿瘤的一些毛病 听完医生的介绍 张生泰心情沉重许多 他对明天的手术感到隐隐的不安 在肿瘤医院的胸外科病房 住的大多都是肺癌和食管癌的患者 因为得的相同的病 同一病区的人会悄悄观察彼此的情况 病情好转了 对谁都是安慰 但一旦有了不好的消息 沮丧的情绪就会相互传染 这位患者刚做完手术被送回病房 看着他满身插管的样子 明天就要手术的耿玉玲和张生泰心里多少有些忐忑 究竟明天那台性命攸关的手术能给他们带来好消息 还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呢 每年我国有三百五十万人患癌症 他们即将实施肿瘤七处手术 为您讲述 系列纪录片肿瘤医院之 我等你回来 医学圈的恶性 我告诉你 你知道不知道 我接上一问来 一来一问 你这进入不了中 你只要摊上一回事 你就摊大了 你摊大事 你老觉得我这顺序就行了 我给你在正面反面 跟你说了很多个 你进入不了状态 我给你 我给你这个话已经说了几天 明天 胸外科主任陈克能 将要为五位癌症患者实施手术 但有位医生术前准备不充分 这让科室主任陈克能很生气 24小时之内开过道的病人会出事 早知道这个病人就会得救 这是小概率事件 一辈子可能碰到一回两回 一回两回对你自己 对你这个意识来说一回两回 对这个病人来说就永远都释出了身影 刚刚那一幕是陈克能今天第二次发提起 早上他还因为另一位实习医生 所写的论文标点符号有错 而大发雷霆 我能感觉到您的某种焦虑 是 非常焦虑 就像今天实际上你在这当年 其实我一般的都不会对学生这样 但是我今天实际上改了一上午文章以后 我这种焦虑就到了快爆炸的城 特别特别焦虑 为什么会对焦点符号这种东西 都会那么关注那么在意 非常关注 因为实际上你透过这种标点符号 你能看出很多的问题 第一人文的教育 因为医学其实不是个science 不完全是个science 它需要更多的人文的关怀和人文的东西 认真的精神 那么你一个标点符号都梦不清楚的一个学生 你就要想让人文会缺失 人文关怀会缺失 因为它的严谨性会缺失 你文字工具都不过后分 你都做得那么不严谨 你怎么样能够说 我这个事做不好 我到人身上我一定能做好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陈柯能所在的胸外科 一共有12位医生 全是医学院博士毕业 其中90%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 陈柯能带团队以严科铸成 科室里几乎所有医生都挨过他的马 年轻大夫是非常优秀的 我刚才跟你说了他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北大来的 他都是很优秀 都是当年从家庭考出来的状元这个 他都是很优秀的 但是呢 这个职业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尽管是北大毕业的学生 离医生这个职业有相当的差距 需要断走 大概很长一段时间我会往病房里打电话 每天只常规 小病房说一般都是级电打电话 长期前五年 然后晚上是几点左右 我提清楚 尤其赶快做手术 看完一会就够 没人落得上来 听到了 所以各开始的做手术的病 学做手术的病 一定让人喜欢看病 因为手术病院下来实际上涉很多 事情特别特别 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就说科里其实最辛苦的就是 一线的护士 各班的护士 一线的护士和一线的上班的护院医生 当外科医生的三十年里 每天早上五点 晚上十一点 乘客能都会打电话给值班护士 问病人情况 在他看来 医生稍有疏忽 就有可能伤及人命 但他的严苛 也让一些医生承受不了 明天后天六天五天 每天呢就 离下班之前 我要不长 现在他们长起来 我基本上不长 临走之前 所有的医生要看 做这么多事 拿下这两天 之前我很纠结的时候 就是我的与几个学生的出走 对我的感情上的伤害和打击是很大的 他们为什么要走 就是你说的 受不了 其实我是想把他们促成 最后培养成功 但是最后中途总会有人下车 是没办法 这个夜晚 对于耿玉玲和张生泰来说 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明天的肿瘤手术 性命攸关 究竟他们能平安归来 还是会另有波折 明天 肿瘤医院第二集 我等你回来 继续讲述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